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在台北市内湖康宁路三段的拥寄小馆 昨傍晚发生严重气暴 造成发人受伤 拥寄小馆对面的水饺店灾情最惨 当时正在煮水饺的许姓女员工 被喷出的碎片砸个正着 左眼有失明之余 仍有生命危险 台中快捷巴士BRT昨天开始开放让民众免费搭乘 今天第一次遇到上班日 在车站协助的志工忙得不可开交 民众也说 在BRT站等车不但热爆 而且许多站体都还在施工 台中市长胡志强也说 从周二起BRT不许再向工地 中华民国科技部长张善政 与台美双边科技合作会议代表团 周一抵达华谷 代表团将与美方官员与对口机构 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 讨论多项双边科技合作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